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军购越弱 我们的国防越放轻松 对岸就没有敌意 你就错了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品观点 伯伯说故事 那今天说的故事是跟你我切身有关的故事 什么故事呢 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真的太重要了 那在18号 拜登跟习近平破天荒的举办了 拜习的视讯峰会 全世界瞩目 那当然台湾也很瞩目 那等到开完会之后 非常巧妙的 中国大陆的新华社 赶快发布了新闻说 不得了啦 告诉你 拜登啊 反台独 可是呢 美国方面 华府并没有立刻发布新闻稿 那隔了一天 在19号的时候 拜登接受了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也讲了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拜登怎么说 拜登说 这个 他们啊 他们有说台湾 他们啊 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啊 呃 他们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决定 哎 这这奇怪了 这个昨天新华社说 拜登讲反台独 今天怎么拜登说 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 他们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决定 那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我们嘛 就台湾嘛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呃 后续记者又追着拜登说 哎呃 那你就是说你支持台湾是独立的哦 拜登说呃 没有没有 我的想法是说 他们的未来 他们自己决定 我们尊重海峡两岸的和平相处 啊 不要改变现况 哇 那大家记者兴奋了一圈走回来 那还不是一样 希望维护台海的和平啊 那整个故事 整个讨论的要点 就从整个拜习视讯的峰会开始 这段时间呃 台湾很热闹啊 从11月8号 有6个美国的参议员 坐着美国海军的运输机啊 到台湾来啊 而且还很破天荒的 他居然访问了国防部 还参观了台积电 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传说 哎呀 告诉你啦 美国人都是有计划 都是有步骤的 他不管是议员参访台湾 还是拜登跟习近平 两个会面 然后讲了这个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改变现状等等 就是要你台湾买武器 为什么买武器呢 因为拜登现在 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 可是呢 拜登要透过军售 透过跟台湾的凯子军售 缺台湾的钱 让台湾人付钱 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 这样对不对呢 这样讲客不客观 我后面就会用很精准的数据来跟大家说 我们先回溯到2005年 最早海军跟美国买了四艘既得型的驱逐舰 那这四艘既得型的驱逐舰我们花多少钱呢 我们总共花了244亿的新台币 那大概折合美金应该是7亿多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很贵 哇好贵哦 244亿的台币买了四艘船会不会太贵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这四艘既得级的驱逐舰不是美国帮台湾做的 当时是美国做好了驱逐舰以后要卖给伊朗 要卖给伊朗 可是后来因为伊朗政变 整个政治改变了 变得跟美国的关系很差 就把它留在美国的海军自己使用 用了多久 用了8年 那事实上只用了4年 4年之后伯克级的驱逐舰出来了 美国就把这四艘既得级的封存了 那大家可能对于封存的程序不太了解 他要把所有船上的武器都要拆卸下来 要把船上所有的机密雷达都要拆卸下来 一艘空的船 他把它完成封存 让他不要损坏 那中华民国买家要买这艘船的时候 要做一件事 要解封就好像冬眠 有人冷冻冬眠 对于老鼠或者是一些实验的这些动物 做冷冻的冬眠 你要给他解除冬眠 让他活过来 是不是要经过一番程序 那这要花多少钱 光是一个封存解封 就要花141亿台币 解封而已 不是买船 光是解封 然后这些船刚才我讲过 但它封存的时候 它是一个载台 所有的武器装备 雷达电子设备全部拆走了 所以光是要把这些船武装化 装上148枚 就四艘船总共加 148枚标准二型的防空飞弹 多少钱呢 67亿台币 然后再增加32枚的鱼叉 舰对舰的飞弹 要花多少钱呢 12亿台币 最重的重点来了 我们接了船 要做保养的训练 要做人员在船上面的战斗训练 要做各种专业的训练 帮我们训练人 要花多少钱 8亿新台币 所以把这些钱全部加起来 然后扣掉 244亿 其实我们总共买船 就是买这四艘空船 只花了20亿台币 比起当时美军原本要把这个船 卖给伊朗的价钱 只有空船价 我们只有5% 那各位想想看 这个既得级的战舰 是不是等于我们买武器送军舰 大家觉得贵吗 如果大家觉得贵我也没有办法 对所以说这是2005年 我们海军买军舰的状况 大家说没有了 那个时候美国有钱 通膨没这么厉害 所以2005年他没有骗你的钱 好我们来到2020年 陆军装甲兵里面的战车 M1A2T战车 我们买的贵不贵 我们总共在2020年 我们向美国采购了 108辆的M1A2T的战车 花了多少钱 20亿美元 贵不贵 很贵 所以大家说你看又被削了 又是凯值军购又被削了 贵不贵 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样子算下来 108辆 我们一辆是多少钱 一辆是1852万美元 但是大家要看看 这个战车它买来不是阳春车 不是买一部阳春战车给你 它上面有什么配备呢 它配备了基本锡型的弹药 就是每一台战车 它上面可以使用的弹药 448弹药满装 里面的弹药包含了破甲榴弹 一纹脱壳穿甲弹 还有各种人员杀伤的榴弹 一台车满配装在里面 送给你 所以这个炮弹 要不要钱算在战车里面 还有什么 所有的通信器材 你战车买了没有通信器材 怎么作战 所以所有全装的通信器材 一样装在上面 还有什么 烟幕发射器 战车要被人家攻击的时候 它会放烟幕打出烟幕弹 烟幕弹也算在里面 还有包含了 14辆的M88A2 就是战车 我们买战车跟买轿车不一样 你买了一台战车 它必须要有救济车 你的战车有状况 它还把战车吊起来 否则一般的吊车吊不动战车 还包含了战车的武器 它有122艇的M2HB 就是50机枪 新型的50机枪附在上面 还有216艇的M240机枪 就是你看到战车炮塔上 有一个人拿到那个机枪 那就是随车一起进来 还有16辆的M1070A1弹药运送车 所以这个套装加在一起 还包含了人员训练 还有人员训练 我们对M1A2T的战车 不会使用 使用方式不熟 不会保养 所以说美军负责把你的人 送到美国去完成结装训练 这些全部都包含在这20亿美金里面 所以换算下来 其实我们所买的车子 你说1852万 还包含这么多东西 划不划算 大家觉得我怎么知道划不划算 来我等下找一个美国自己美军 跟美国买战车花多少钱 我讲给大家听 美国在2019年美国陆军一样 跟军火商采购了M1A2C 它是A2C我们是A2T T跟C有什么不一样 防护的装置不一样 真的是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作战需求 希望美国把M1A2C调整成我们的需求 另外我讲到美国M1A2C花多少钱 他们自己跟自己的军火商买 买了135辆 他们的总价是多少 是15.31亿 他说你看便宜 对可是还不包含 不包含它的空车 他买的是加价完成武器升级的价钱 总共加起来是15.31 可是还不包含 每一辆战车原始载台的钱500万美金 所以加下去的话 他一辆战车不是1134万美金 他加上去一辆是1634万美金 大家算了快 那我们是1800多万 他们是1600多万 还是便宜200万 对可是他没有包含了战场救济车 他没有包含了战场的这些弹药的运输车 他没有 他也没有包含整套所有人员训练 所以加起来其实 中华民国战车所采购的这个价钱 比美国还便宜 所以大家觉得我们有没有被削 有没有是凯子军购 大家自己来想自己来算 另外讲一个最近比较夯的 比较夯的事情是什么 F16V在18号 蔡英文总统到嘉义空军基地 去主持了全世界第一支成军的 F16V的战斗连队 飞行战斗连队成军了 所以又有很多人开始讲说 哎呀你看那五代战机买不到 买4.5代的又是旧的 又是二手的 又是人家不要才卖给你 我也准备了所有的资料 来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我们跟其他友军邻国 跟美国买的同样的飞机 我们比一下价钱 80 80买一架1.9亿美金 斯洛伐克听过吧 斯洛伐克买了几架 14架 一架多少钱 2亿 2亿美金 保加利亚也跟美国买了 8架的F16V战机 一架多少钱 2亿美金 好重点来了 台湾买多少 台湾这一次跟美国洛克马丁锡的公司 总共采购了 66架F16V 一架听好了 1.2亿美元 因为F16V 是由我们中华民国 独资跟美国洛克马丁锡的公司申请 把F16的AB型战机 提升成F16V 4.5代的全天候高性能的电子性的战机 这是我们独资出资 请美国的洛克马丁锡的公司 来研发的 飞机的心脏引擎发动机 它的推力 几乎比原来F16A B型战机 增加了一倍 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个电子作战 还有侦测仪的提升 也是提升到跟F35A 第五代的战机几乎一样 所以说F16V的战机 跟F35A型的这个引擎战机 所做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引擎而已 就是它引擎 它不能引擎 就是它没有把它躲过 这个雷达的完全的逆中追踪 但是其他的性能跟F35A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还比别的国家买的便宜 大家说那便宜就便宜 要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巴林 斯洛扎克 还有保加利亚 每一次跟美国采购一架F16V 中华民国空军就可以获得全力金 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说 中华民国的空军 中华民国的国防部绝对不是凯支 那大家想到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说我们是凯支军购 我们花钱买不好买旧的飞机 会有这么多的耳语 这么多的谣传 在网路上不断的疯传呢 因为这是有用意的 它必须要做到一件事 要做到两个分化 第一个放出这种花大钱买旧装备 它要分化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互信 也就是说它希望让台湾关系法破裂 第二个它要做到的是什么 希望中华民国的人民 我们台湾来讲 2300万人不信任政府 不管是民进党主政还是国民党主政 它希望所有人民反对政府购买军购 反对政府强化国防 然后造成整个国家的分裂 然后中国解放军就很轻松了 因为你不提升军购 你不提升你的国防力量 我不断的提升 大家知道解放军的飞机 有1500架以上 我们台湾才几架 250多架 相较之下 这个相差有多大 非常大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我们的军购越弱 我们的国防越放轻松 对岸就没有敌意 你就错了 对岸就是希望 你们能够越弱越好 我们能够越强越好 当我强到你的1000倍以后 不用打你了 我只要在台湾海峡上空 大声的叫一声 统一 你就吓得都腿软了 你就可以无条件接受统一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台湾的军购 台湾的国防 绝对不是买破桶烂铁 也不是买旧飞机 也不是买破装备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装备 不是跟解放军做军备竞赛 我们所要的装备是能够 维持台湾海峡的战力平衡 为什么维持战力平衡呢 要给政治上创造更好的机势 未来要和平统一 还是未来我们要维持 现在台海的和平直到永远 都要靠一件事 第一个 国防力量要能够完成 两岸军力的平衡 第二件事就是 全民要相信我们的国军 让我们的国军在保卫国家 保卫人民之余 能够获得人民最大的支持 我觉得这才是 全民国防最大的目的 所以说今天的品观点 baby说故事就说到这边了 大家觉得不错 请记得按赞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有关专业的国防知识 我们国家才会最安全 到这边了 拜拜